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点击 对于医生来说 一把手术刀就能剔除病痛 恢复患者健康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也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在他们的手术刀下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壁画 得以重获新生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这群复活千年时光的 壁画医生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 馆藏壁画保护修复 与材料科学研究 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文物修复师杨文宗 正带领团队成员 修复一件唐代玄武图壁画 根据咱们这个修复原则 要远看一致 近看有别 这幅玄武图壁画 发掘于唐代宰相韩修的墓中 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一幅壁画 这个状态 已经是我们通过几十道工序 那么才到了这么一个状态 实际上干预之前 修复之前 是这么一个状态 残破得非常厉害 这个非常遗憾 这是被盗墓者所破坏的 韩修在唐玄宗时期曾任宰相 是唐代政治家画家 也是名画五牛图作者韩晃的父亲 韩修墓位于长安区郭兴庄村南 在杜陵东南两公里的少林园上 2014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对这座曾遭严重盗掘的墓葬 进行抢救性发掘 发现了墓主的墓质及多幅壁画 其中墓室四壁会有 朱雀玄武 高市 山水 乐武等图像 根据警方在盗墓贼电脑硬盘中 发现的这幅玄武图壁画原始照片 修复人员从2017年开始 克服多种困难 才得以让这件目前为止 陕西唐墓壁画中最大 色彩最鲜明的玄武图壁画 重获新生 韩修墓壁画的保护修复 对于研究唐代艺术文化 和审美观念的发展演变等 有着重要意义 古代壁画的保护修复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揭取 搬迁 修复 加固等几十道工序 就像医生急诊救人一样 需要做各种检查 制定手术方案 然后实施手术等等 我们都知道古代壁画 特别是墓葬壁画 那么都是少则几百年 多则几千年 那么埋葬于地下这种环境当中 那么壁画的制作呢 使用的材料又都是泥土 这些脆弱的材料 因此呢 到了今天 我们要对它干预和保护处理难度是相当大的 记者了解到修复师的工作 充满了复杂的数据分析和机械化的重复劳动 往往修复一件壁画 少则半年 多则数年 再加上壁画修复的不可逆性 决定了修复人员 必须具有极强的专注力和耐心 你心里要还是要信无旁骛 虽然隔着窗外这是大街 但是拉上窗帘 打开修复室的灯 你在这里就是修复室 面对的就是壁画 必须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职业态度 因为首先你从开始的时候就有 就是你每天就是从最开始修的时候 就要有一天就是你修复的一个部阻 或者一个思路 然后你每天就是中间的过程中 就是那个思路被打断 或者停止的过程中 可能就会对壁画有所干扰 杨文宗告诉记者 对古代壁画的保护修复 要以历史事实和可靠文献为依据 真实性原则是第一位的 我们修的东西 不能因为我们的干预 造成一个人为作家了 就是还要体现出 这个一千多年前 壁画的这个各种元素的这个真实性 此外 古代壁画的保护修复不是一劳永逸的 日常维护保养也很关键 而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 有的还需要二次修复 从1991年建馆之初 陕基历史博物馆就组建了古代壁画的保护修复队伍 承担着国家和省上的多项课题 同时呢 我们陕利博还承担着这个保护队伍呢 还承担这个国家的这个 古代壁画 管仓壁画的这个重点客业基地任务 也主要是从这个 行业的这个标准的制定 示范引领 人才培养 这些方面发挥这个有效的作用 目前在国内 陕基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古代壁画 特别是墓葬壁画 数量 等级 品项都名列前茅 形成了陕基历史博物馆的特色馆藏品类 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壁画馆呢 是我们管在2011年对外开放的 一个壁画专用的展厅 现在有壁画多少 现在收藏有壁画97幅 来自于这个关中地区的 20多座唐代发掘的墓葬当中 中国古代壁画的发展 与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信仰 习俗 审美观念等密切相关 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 经济 文学 艺术和技术发展水平 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 那么像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幅确炉图 就是这个发掘在从那个 伊德太子墓里头 在上世纪70年代初 被搬迁截取展示到这儿的 这个壁画它的意义价值是哪 这个价值可以说是 它体现在这个唐代的建筑方面 我们今天的这个西安南西西安整个说这个 我们是一个仿唐建筑的一个体现 那么它的依据可以说主要的就是从这个 这幅壁画缺露图而来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壁画真品馆 一幅幅经过保护修复展出的唐代壁画 仿佛复活了千年时光 将我们带入到那个久远的朝代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各地学者游客 了解唐朝历史文化的一扇窗户 带孩子过来了解历史 然后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古人的这个 这个文化和文明 他们的技能 反正很震撼觉得 在国外读书 因为在国外嘛 你不能忘记了中国这个历史 所以想过来看一看唐朝这么震撼的壁画 像后面这些这么雄伟 尺寸这么大 之后呢画工又这么精美 然后保存的也非常好 就要感谢现在的技术 我觉得壁画的文物修复 是一件非常需要耐心和时间的事情 然后我想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深深的敬意 在中国绘画史中 壁画是独树一帜的一个艺术门类 壁画的发展 既与各个历史时期 人们的信仰 习俗 审美观念等密切相关 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 经济 文学 艺术和技术发展水平 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保护修复古代壁画 不仅是保护中国传统绘画艺术 也是打开历史的一把钥匙 致敬壁画修复师们 用自己的专业 坚守与执着 为国之瑰宝延续生命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今日点击 我们